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长泰 我们开始Omiplan for Mike第八节的课程 设置群组的属性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张截图 在张图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任务和群组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任务完成的部分和群组完成部分的颜色也有差别 同时任务显示的是分配的人员 群组展示的是完成的比例 可以说群组可以自由的设定它的样式 同时我们看到群组的背景色 有一个淡淡的半透明颜色 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群组的属性进行设置 我们看一下我们在这里会学到哪些群组的属性设置 首先我们要修改群组的名称 第二点我们要设置群组的进度 第三点我们可以修改群组的颜色 第四点我们可以修改群组的背景颜色 第五点是我们可以设置任务的时长和群组的时长 第六点我们可以控制群组的字段的展示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支持点如何修改群组的名称 修改群组名称和之前我们学到的修改任务名称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鼠标挪到群组名称区域 然后点击一下 这个时候群组名称就处于可编辑状态 可以进行修改 另外我们可以使用检查器 我们点击菜单中的检查器 点击显示检查器 或者我们用快捷键 Command加数字4调数检查器 然后我们点击群组这一行 群组这一行处于被选中状态 然后我们找到任务信息这个菜单 然后找到名称 我们发现名称和前面显示的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进行修改 修改之后发现左侧的名称也发生了变化 这个是修改群组名称的两种方法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第二个支点 群组的进度 之前我们已经学过任务的进度 只需要把鼠要放到任务条 出现多别性之后进行拖动 这个任务的进度就会发生变化 这个拖动过程是必须要由项目经理 或者说项目管理计划的管理人员 进行手工维护的 不是系统自动生成的 我们看到我当前修改这个任务的进度 是达到了100% 我们可以看到上方 上方群组的这个颜色也发生了变化 显示当前完成版比是33% 也就是说整个任务 有三天的工作量 已经完成了一天 那一天除以三天 就是完成了33% 那我们可以把第二个任务 再进行拖动 把它拖动到100% 我们看一下整个群组的进度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群组完成的比例呢 是67% 也就是说 其中第一个任务和第二任务的总时长 是两天 除以所有任务的总时长 三天 得出的整个群组的进度 也就是说 整个群组的进度呢 并不是我们人工设定的 而是系统自动计算 所有任务完成情况 得出一个结果 而计算任务完成情况的公式呢 是所有任务中已经完成的市场 除以所有任务的总市场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支点 如何设置群组的颜色 那刚才我们看到 我们设置这个任务的进度呢 和群组进度的时候呢 发生这个颜色对比呢 并不明显 那之前呢 我们已经学习过设置任务的进度颜色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那首先呢 我要选择这几个任务 选择之后呢 我点击项目 第三个图标 样式 点击之后呢 找到这个右侧的栏 然后底色 我想设为黄色 然后以完成部分呢 完成情况呢 设为绿色 那这时候大家发现 完成的任务 改为绿色 未完成的是黄色 但这时候呢 我们发现群组的这个颜色呢 没有发生变化 因为群组的需要单独的来设定 那这时候呢 我点击群组这一行 应该是这个第一行 点击之后呢 我点击蓝 然后点击呢 我想把底色 改为橙色 以完成部分呢 改为这个蓝色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发现颜色就发生了变化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任务和群组 是可以分别设定颜色的 那这样设定有什么好处呢 假如说我的项目呢 群组特别多 可能有十几个群组 我想了解所有群组的进展 而不是想关心 每个任务的进展 那这时候呢 我可以通过 找到橙色做底色 蓝色作为已完成部分的 这个群组的 这个颜色区域 然后快速的了解 整个项目的 各个群组完成的百分比 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个支点 如何设定群组的阴影 那在当前呢 我们看到 因为我们今天 是在6月4号录课 那当天的所有任务呢 都会显示一个 淡蓝色的背景 无法看出群组的阴影 所以呢 我先把三个任务呢 进行拖动 先选择三个任务 选择之后呢 我拖动到6月8号 那这一时候呢 这一天的整个的背景颜色呢 是白色 这时候 我点击菜单中的显示 然后找到第七项 甘特 然后找到 其中的群组阴影 点击一下 那我们看到 整个群组有一个 淡色的一个阴影 效果 那这个阴影呢 就叫做群组阴影 那群组阴影什么好处呢 当我们的项目 群组特别多的时候 那可以通过群组阴影呢 在视觉上 快速的识别 哪些任务 属于同一个群组 在后期 我们的项目文件 内容比较多的时候呢 进行这个 比较深入练习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 大家再体会一下群组阴影的一个视觉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个支点 群组的时长和任务时长之间的关系 那首先呢 我关掉检查器 那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如何设定任务的时间长度 我先找到一个任务 然后可以在这个投入的区域呢 进行编辑 我把一天呢 改成三 然后点击这个空白区域 那这时候我们发现 这个任务的时长呢 就变成了三天 那第二任务呢 我把它设成这个两天 我们看到第三个任务还是一天 我们发现整个群组的时间长度呢 由之前的一天呢 变成了三天 我们这时候呢 再做个测试 把最后一个任务呢 改成五天 我们发现群组的时间长度又延长了 那所以说呢 群组的时间长度呢 取决于任务的时间长度 那这时候我们看到 三个任务呢 都是同时开始的 我们再进行一下拖动 我先点击这一行任务 然后呢 按住触控板左下角 或者是鼠标的左键 然后向右拖动 我们发现 当我往右拖动的时候呢 群组的时长呢 也延长了 我们最终发现一个结论 群组的最终截止时间点呢 取决于所有任务的 最终时间节点的 最晚的一个点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支点 如何设定群组的字段的展示 那首先呢 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任务字段展示 我们先找到显示 然后呢 点击显示选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任务条的 左中右呢 都可以设定 那我们现在呢 左侧设置开始时间 右侧呢 设置结束时间 中间呢 设置任务的名称 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所有任务的 左中右 就展示了对应的字段 但这时候呢 群组并没有展示 群组的展示呢 需要单独设定 那当然呢 群组的字段设定呢 也可以更丰富一些 我们试一下 比如群组的左侧呢 我想展示名称 那群组的中间呢 我想展示这个开始时间 都可以灵活的设定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那在后面的课程中呢 我们会设定 更丰富的字段 比如群组的 整体的成本 那我们现在已经学了 群组各种属性的设定 那大家呢 可以反复看这个视频 然后呢 模仿这个视频的每一步 然后完成每一步的任务 直到你熟练掌握为止